法法 新生活提案 精彩生命电视台 精彩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各位念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燃灯如来 那么不动如来 自归佛 当愿众生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智归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河南盛众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阿门无量誓愿 佛道无上誓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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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方长 阿门无量誓愿程 所以每天上午 我们都很喜欢 发愿 静坐 所以 在寺庙里面 早上 除了论延咒 大悲咒 十小咒 那就会 跪在佛前发 普贤十大愿 因为 汉传佛教的教育 永远 都是为了立他的菩提心 那要圆满菩提心 就要 消除自己的业障 更要 累积广大的质量 那普贤十大愿 我们叫十大愿王 一定能够 消业障 累积质量 圆满菩提 往生净土 那当然念的时候 我们会唱得非常的慢 跪着唱得很慢 一直离敬祝福 那这样就让自己的心 一直随着这个愿 就像刚刚一开始 我们念了 发菩提心的至他 希望自己自归 当愿众生 也提解大道 发无上菩提心 那你要把 每天的上午 就像现在很多公司 早上 员工都要集合 喊一喊 就像打橄榄球 要冲之前 大家手握的手 喊几声 就像一个军人 要冲到战场 死跟活不知道 但是呢 长官就喊几句 冲啊 然后大家就卖命的冲 那这个人本来就是 一定要让自己 有一个强烈的意志 当然这个意志 是在佛菩萨的加持 不是自己的意志 念一下 法随法行 那修学佛法 一归一有四正行 一定要做 四正行 念一下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为 法随法行 那我希望各位 大乘佛教 实践的这些教法 不很困难 但是背下来 如果按照这样去做 很少 脱离轨道的 清净善知识 就是说 当然各位都知道 有发菩提心的部分 在家出家 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亲近 那当然我们 清净善知识 就是要听闻正法 所以做菩萨 像各位你是家长 你每天 去思维佛法 利益众生 你一定要影响 你的家人 如果你不影响 你的家人 下辈子 他还是拖累你的 各位这一点记住 真的要记住 因为我发现很多 妈妈爸爸都为了儿女 孙子弄一辈子 跳不出这个漩涡 他就 他不是 不是说佛法不好 他也知道 但是他就 拉不下去 他就一直被他拉去 所以 那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把你 因为 唯有佛法 才是消除 这些牵扯 业障 唯一的方法 我想 黑暗 你在黑暗里面 怎么消灭黑暗 撞来撞去而已 消灭黑暗 唯一的方法 那就是光明 那就是说 各位一定要用佛法 的方法 来引导你的家人 不然呢 你的家人 就是你的牵扯 为什么 因为你不度你的家人 那就是你 犯了菩萨戒 所以 有些人很痛苦 包括出家了 家里都还在推累 拖累他 一下那个病 一下那个亏钱 一下那个犯罪 出家人他不知道怎么办 被拖得很惨 所以 若果菩萨 四度一切众生 那 那你当然 必须要从 跟你最有缘 当然也是你 欠他债最多的 事实上 就像我弟弟一样 他跟我说 他有时候 弄得都想自杀 被他的太太 他认为被他的丈母娘 然后呢 被我二哥 他抱了怨来抱怨去 就没有抱怨到我而已 因为我是出家人 因为好像每个人都 亏欠他 但是他又觉得他这辈子 又没有对不起他们 他为什么他们 要来拖累我 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上辈子也是出家人 这些人都是供养过他的 那我哥哥 他太太 都是他最大的功德主 所以 但是他没有 他虽然很会看佛经 我弟弟那个脑筋 非常的好 很会讲 你看看佛经他都懂 这样而已 但是呢 他从来不想用佛法去影响他们 倒过来他就是拖累 因为你没有法共 因为你没有法共 就像我们这群人 在这边齐天 各位如果不精进 不善共 翁得勇 不下师 印尼工人 下回换你来帮他扫厕所 弄床铺 人家给你服侍那么好 对不对 出钱 他们出力 然后你在这边享受 走了 sayyounana 下回换你来这边扫地 你要扫五辈子 这永远要记住 很多人不懂这个东西 很多人不懂 特别以前我们收了很多小和尚 他们反正出家出家 反正东弄西弄 然后 因为不懂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不这么做 因为他们年纪小 虽然说出家很好 因为以前有个大弟子 他很喜欢收小和尚 我也只好半退半救 这样 结果等他们离开 一个月受训完离开 我们所有马桶都塞住 里面有内裤啊 不洗就算了 全部都塞在里面啊 然后你整个卫生 配备就坏掉 再来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 学佛老实说 那就这样 各位一定要精进 那这个精进 有形无形 对周遭的一切 都要很努力 所以 当愿众生 发无上心 这个无上心 那就是骗复一切的 悲心 承担 那当然你必须随缘 从你身边一直做 一直想办法 当然有时候没办法跟他沟通 但至少不要抱怨 一直回向 一直回向 各位都知道佛法了嘛 所有的都是因缘 都是业 然后你就一直一直回向给他们 那后来你会觉得 好像是你欠大家 这样啊 因为本来做菩萨就是 你发愿 才念这 众生无边是愿度 你怎么可以不度他 对不对 度他就要断他的烦恼 学习 学习 什么方法可以断他的烦恼 而且不能光度他 最后一定要成佛 成佛以后 你比较有圆满的智慧啊 功德来帮助对方 而不是说成佛以后就停了 成佛以后更忙啊 就像你今天努力到人家 叫你做皇帝做总统的 事实上是最痛苦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站在一个服务国家社会的立场 承担这么大的痛苦 跟被误会啊 可能会被暗杀 因为这个世间 各有各的利益 利益关系 但是你为了这个国家 要开一条路 你要得罪很多人 还要得罪很多鬼神的 但是如果你不懂 你砍了一棵树都有问题 所以当然你有这个愿 更要有圆满的智慧 所以法普利金 还要深入京藏 智慧如海 你要了解 那这个智慧不是光 光自己的慧 智 山 树 坎克树也不行啊 那样也不行啊 那样也不行啊 盖房子那样也不行啊 要做个烟共 你没有跟土地公 这附近的鬼神报备 这样也不行啊 顶个火 不请火神 那也不行啊 所以那这些总是要 从磨练这样过来 所以那进一步 你体悟的方法 要同理大众 要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 当然讲到这点 各位要有一点耐心 或许你会说 啊 错了 那我不受戒了 那么痛苦 对不起 不能反悔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这是你过去的愿啊 所以这条路 只能就走吧 事实上走 所有的痛苦 就是你的我值而已啦 你的懒惰 我值 老实说像我这种人 你都知道了 现在我们还 讲佛法还要办事什么 我运行载住 全世界都会传简讯 我到晚上一看天啊 对不对 然后我还要帮他问 又不是直接问我 对不对 因为这佛法都安排好的了 那个比丘有时候 不能直接参与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帮别人这个事情 所以 他们这些菩萨 他们就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帮他解释啊 写牌尾啊 对不对 然后 当然你也会惹一身心 是要知道吗 但是这些 这些都是 消自己业障 累积资粮 最好的方法啦 当然讲到这个 我只能跟各位说 像我昨天讲话 突然 突然 在咳嗽 对不对 那我当然很聪明 我会问啊 对不对 所以 早上答案是 师父 这喉咙 跟嘴唇 有口叶在主 所以我就一直插 对不对 其实一直哑 虽然我努力想要去 谈佛法 念佛等 明明自己也有口叶在主 所以 他就让你 感受一下 所以我就帮他写 但是帮他写 那个时候也不能自私哦 我的口叶在主 赶快消除 那不行 你要另外写 当愿所有人类众生 得口叶在主 对不对 然后我向他忏悔 那还是自私 还不是符合大乘佛教啊 当你在忏悔的时候 愿待所有众生的口叶在主 全程忏悔 所以你要 不是拜三拜 变成要拜六拜 所以 这些各位都要有点耐心 所以在这一点 我要这样 跟各位分享经验 不管你哪里 哪里不舒服 那你就当作是一个众生 对不对 或是同情 因为像你这样养 你抓两下 不错 但是你要想想那些狗 然后那些全身